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赞爆全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当天晚上下半夜 将近五点的时候 通辽的一把大哥一连锋开着一辆S级的大奔 也就来到了通辽一把G级 富铁钢家的大门口 你看这边门口的小五 依然是搁着站岗 但是他硬是这个一连锋的车 然后给打个手势 一连锋这边也是给回怼个喇叭 然后在这个车内呀 单手打舵直接又打舵打死 巴扎就拐到了院当中 但是一连锋拐进来一刹那 他发现这院中停了一辆 这个通辽牌照的W钩 这个金杯商务 里面好像坐满了小屋 当时一连锋 哗嗒一脚刹车 心里一愣 这富鸡鸡家 这还不算是大早上 天还没亮 来这么多小屋是什么意思呢 一连锋随即把这个灯光给关了 然后一点点的代数 网院当中啊 这个主屋卧房的门口开了 到这个门口以后 一连锋 往旁边这么一瞅 嘴脚都抽了 这旁边一言有一辆奔驰 是奔驰商务 急西排出了 这不是双流一把大哥 我之前合作伙伴那个窝囊费 郭晓慧的车吗 而郭晓慧 跟周小斌 现在 是混在一起的 一连锋当时 揣得八九不离十呀 后背冒凉风了 这周小斌居然 动用小物 来挟持通辽一把机机 我的保护伞 负机机 一连锋当时 没有下车 车也没有灭火 所有的车门全是上锁了 给这个傅铁钢打个电话 傅铁钢当时 在屋内呢 跟周小斌 四目以对呢 傅铁钢这一看 来了 周小斌说你接 喂 连锋啊 傅铁钢 周小斌在你家里了 连锋 你 你到门口了 你下车进来 你跟梅老板 周小斌 谈一谈 可以吗 你跟他谈一谈 可以扒 可以摸 然后说可以扒吧 这就是恳求了 这边一连锋 傅铁钢 当时一连锋 顿吃了 好几秒 没有说话呢 以一连锋的 这个头脑啊 他不可能进去 但是 以一连锋 当时的处境 自己的傻 都就应该威胁了 你说 哪有说 弃帅保军的 都是弃帅保帅的 当时一连锋 行 傅姐姐 那啥这么一挂 一连锋 也就下车了 这边周小斌说 刘翰 出去迎接一下 咱们的贵客 当时刘翰 吊吊也出来了 甚好 这个一连锋 下车关车门的时候 跟刘翰来个四目以对 刘翰说 当时刘翰特别的龙性 一连锋 我兄弟刘翰哪去了 我兄弟刘翰呢 一连锋回头这一瞅 刘翰 你不像在那火瓶的时候 你个猖狂而逃 你这回龙性了 我给你面子 你兄弟刘翰 在我的新世纪大酒店 安全的很 刘翰这一听 行 我兄弟安全就行 这边呢 傅姬姬 跟我家 宾公子在屋内等你呢 你进去吧 当时一连锋 没有跟刘翰过多的 纠缠和搭茶 因为你不配 一连锋跟前面走着 刘翰跟后面跟着 他俩一同进到屋内了 这边一连锋 这一看 周小斌 然后桌上放着774 这边 傅铁钢 傅姬姬 还有他 妻子老周 毕恭毕敬 跟他坐着 一连锋 面目啊 有点不自然 这边你看 傅铁钢 傅姬姬 打破将军 连锋来了 到我这坐 坐坐坐 这边一连锋 坐到傅铁钢的跟前 傅铁钢 这个时候 不敢跟一连锋 交头接耳 只是把脑袋探过来 小声 说了一句 让周小斌 也能听到的话 连锋啊 煤矿的事 你跟 梅老板 周小斌 谈一谈吧 一连锋 当时 瞅一瞅 周小斌 讲话 你找我谈的 我不能说话呀 我不能先说话 你说吧 一连锋 当时 瞅着周小斌 周小斌 这个时候 把桌上的774 拿下来 摔了一下 可以让你 一连锋 看一下 周小斌 说到 一连锋啊 还记不记得 今天晚上 12点半到 一点之间 我给你 打了一通电话 我说 我周小斌 如果在早上 七点 不能把你 那一半 50%股份的 木林和煤矿 拿到手 我周小斌 就滚出 通辽 甚至是 内蒙古 但是我周小斌 今天晚上 提前 完成了 这还不到 早上 六点 你看周小斌 说着话 什么意思 煤矿 必须得给我 一连锋 当时 这一天 你 摔七七四 我身上 没带家 是一连锋 手握电话 往上 往桌上 一拍 瓶都给拍碎了 周小斌 你拿什么证明 你已经得到 我的煤矿了 你怎么得到的呀 周小斌 这个时候 瞅着一连锋 你等一下 啪嗒 拿起电话 就打给了 门外 W高车上 这个小屋 曹小树 领你的人 全部进来 全部武装 啪嗒 曹小树 这边 得命令 啪啪 进来了 周小斌 起身 把他们 全给我拿下 给我榜上 扔到我的车 后边 今天晚上 谁也没看到过 他们 就是说 谁都没看到过 他们 在哪里 什么意思 就要给你们 销户了 当时一连锋 没有害怕 这边 附铁钢 跟老周 已经害怕了 那个 连锋啊 小斌 等一下啊 给一连锋 递眼神 这个 老周啊 你去把我那 S纸 还有那把 钢笔 拿来 老周去把 A4纸 给钢笔 拿来了 连锋啊 我跟你说啊 木林河 煤矿 本来就不属于你 我做主了 巴巴 写这个 合同 转样书啊 巴巴巴 合同 转样书啊 谁谁谁谁 自愿啊 无条件 把这个 木林河 煤矿 那50%的 股份 转样给 周小斌 中间银 冒号 转样银 冒号 司坚 2007年 2月28号 这边 你看 附铁钢 把这个 合同 写好以后 啊 附铁钢 拿起电话 打给了 这个 通辽这边 管煤矿 煤矿 这个部门的 一个人啊 这个 就打给他了 说这个 这边 也是很久 太接呀 说 我跟你说一下 咱们通辽 一封煤矿 老板 一连封 在双辽 木林河 煤矿 50%的股份 已经不属于他了 已经转样出去了 你那边 也给背一下啊 啊 行了 啪擦给挂了 这个时候 这个 附铁钢 还玩这个 轨迹呢 啊 就是 给你 这个周小斌 造成假 假象 啊 这合同 已经拟好了 打电话 已经打了 然后 但是没给签证啊 把这个合同 就递给周小斌了 啊 给周小斌 当时转移话题啊 让周小斌 整成乌龙 周小斌 接过来 周小斌 也不是傻子呀 啊 你打个电话 就能证明 把他转过来了 你写个合同 周小斌 拿过来一刻 这中间 这中间银也没签证 啊 转样银也没签证 周小斌说 傅基姐 你最好把这个 啊 质给签上 就是 你最好把字给签上 我还没跟你积眼啊 傅铁钢到时这一刻 哎呀 对了 那个 忘记 忘记签证了 拿过来给签上了 说烈锋 你也签一下吧 啊 这下行了吧 这个周小斌 周小斌拿过来这一刻 还差点红 啊 把手压给我按上 当时傅铁钢是干白刀的 家里有这个红色印尼 啪啪 你说 傅铁钢跟一连锋啪啪 把这手指头印尼给按上了 周小斌拿过来这么一刻 行了 行了 这煤矿 这事情已经处理完事了 啊 这边你看 周小斌话音刚落 傅铁钢说这个 那个行了 小斌啊 啊 那个 你慢走 啊 不再坐一会儿了 周小斌 还有话要说呢 还没等说完 你看 这傅铁钢着急送客了 周小斌说 你就这么着急 让我走吗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再说话 你不许插话 啊 小斌 啊 一连锋 我俩的煤矿 这个事情已经解决完了 但是 我们俩解决解决 我们的私隐恩怨 我周小斌来通了 已经好几天了 我一行六个银 四个兄弟现在受伤了 这个字 是归在你一连锋头上的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这边一连锋这一听 说周小斌 你别得寸进尺了 煤矿我已经给你了 何况你兄弟受伤了 我兄弟就没受伤吗 你受伤四个银 我兄弟受伤十多个 而且我一连锋 煤矿也丢了 在通流的名声 包括我的银脉 都被你周小斌给整拉胯了 你就不能给人留条火路吗 这一连锋表达 当时挺激动的 表达自己的心伤 这周小斌 从一连锋的口中 得知一连锋 多多少少 有些许屈服 那么周小斌 他为人的作风是 对于手下败将 我要让你彻底的 臣服于我 而不是驱打成招 你屈服于我 周小斌 当时继续说道 我希望我的手下败将 跪在我面前说话 马上给我跪下 时刻打压着你 不让你有喘气的机会 这边一连锋当时一愣 附铁刚才一看呢 今天马上就有一个圆满的搜场了 你可别出现什么差错了 连锋啊 跪一下吧 你跪一下 考虑考虑 就下话没说 他俩就是 一连锋跟附铁刚 心有心 心有灵犀 一点通 考虑考虑 就是考虑考虑 我的职位呀 你跪一下吧 一连锋当时也是 男子汉大丈夫 能伸能屈啊 跪下了 我说周小斌 行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伤 一连锋开始转移话题了 你现在不是把矛头指在我身上吗 但是我给你转移话题 你身上的伤 包括挨扎那两刀 那是通辽 天上银间酒吧 老板 刘大强干的 可不是我干的呀 啊 你早一算账 也不应该走到我头上啊 给转移话题嘛 周小斌当时这一天 你小着跟我转移话题 行 我就顺你 我就顺你坡下 我知道是他 我也会找他顺账的 行了 我再问你一遍 他 以后 叫刘大强的 也得跟我说服了 你今天我就想听到你说服了 一连锋当时说 行了 我服了还不行吗 还不行吗 这周小斌这一听你也是啊 强说的 行 你服了就好 我兄弟 刘伟还在你新世纪大酒店是吧 你说通辽最好的酒店也是新世纪大酒店 你的酒店 我今天晚上一宿没睡 早上了 我得找一个酒店睡觉 这样 我就到你新世纪大酒店睡觉 钱我照样给你 因为我是一个住客 我是一个客业 行了 朝队长 走吧 告诉刘汉都走吧 周小斌 当时跟这个富铁钢 也握了握手 富铁钢 今天晚上打咬了 让你家破费了一块大玻璃 日后 啊 行了 爸爸 你看周小斌也就走了 走到门口跟这个朝小树说 现在是还没有亮天 啊 那个你们也提前实行完应务了 我也是表示感谢 啊 你们也回去吧 朝小树也走了 这边 周小斌上车说 郭小辉 现在咱们就往通辽的新世纪大酒店去 到那去住一晚 你看周小斌当时 他已经知道一连峰没有彻底的扶自己 周小斌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我到通辽新世纪大酒店住一晚了 我是在你脑袋上拉屎放屁 我还得问你 到底臭不臭 咱们下集 见